Hello,大家好,我是Channel 自從疫情過後,現在已經年半了 不過澳門零售市道近期吹淡風 有大型免稅店的員工更疑似被迫放無薪假 不過澳門手信店No.1的巨機餅家 決定逆市向員工家人公佈 昨天下週網上流傳巨機向員工發出一份通告 雖然現在經濟環境不太好 旅客消費能力大幅下降 導致客戶平均購買單價跌了三成 加上原材料成本上漲 公司面對不少壓力 不過巨機仍然決定家人工 由今年7月開始 全體員工的底薪會增加一千元 希望透過這個決定 表達對員工新勤工作的認可和支持 公司也希望透過大家的共同努力 在下一年可以再加多些人工 加一千元人工其實不算少 如果底薪八千元的話 加一千元等於加12.5%人工總比公務員高 加薪幅度應該至今為止是全澳最高 不過也有網民猜測 巨機今次加員工的底薪人工 可能與旅客消費力大幅下降有關 消費力下降 員工的佣金相應少了 可能用加底薪來微補員工的收入 也有網民從其他渠道查到 原來巨機好像請了很多外地勞工 有網民查到勞工的記錄 看到原來巨機食品有限公司 是請了414名外勞的 我們不知道整間公司的員工有多少 本地員工有多少 即是說這次加工 可能對澳門本地員工的實際影響 可能沒有那麼大 真是令人感到可惜的 或者叫做不理想 加工的決定值得讚賞 但是能夠為及更多本地員工更加理想 不過無論如何 這次加工反映了巨機 在經濟環境不好的情況之下 都願意考慮員工的收入 願意支持員工 有網民說 對比規模大幾倍 和你計算到少數點後兩個位的博企 真是差天共地 又或者有些中小企老闆 請司機回來 萬五元又要開車 又要半貨送貨 一個人做三份工 相當刻薄的 希望未來巨機請多些本地員工 未來可以見到更多本地員工受惠 最好 我們一集看到聲音 支持我記得訂閱